中国总理李强正在德国访问 他的用意是改善与欧洲的关系 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关系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贸易大国 但是李强一个奇怪的举动 让世界很惊讶 6月21日德国政府发言人 对李强不允许记者在他和德国总理 苏尔茨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感到遗憾 并表示德国政府并不希望这样做 由于李强拒绝在记者会上记者的提问 这个举动太过魔幻 德国记者于是向政府发言人询问原因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李强大人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还是害怕记者呢 德国政府发言人解释说 中方给了两个选择 一是召开记者会 但不回答记者的提问 如果一定要回答问题 李强就不参加了 二是由德国总理苏尔茨单独出现在媒体面前 显然第一个选择比第二个要好 于是就出现了记者会上静默的期观 有意思吧 中国总理来欧洲访问的目的 是为了展现中欧友好 利用媒体传递友好的信息 这很重要啊 为什么李强要沉默至今呢 我的看法是 一是怕言多必失 目前中国有太多的问题 需要向世界解释 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美关系 新疆人权 香港民主 威胁台湾等等 李强国际经验不足 害怕第一次出访啊 就说错话 于是干脆展开 进莫外交 二是惧怕习近平的猜忌 时评人士邓语文先生呢 在文章 李强中国的隐身总理中 就这样说 6月18日 中国总理李强 开启了他任内的首次外访 此行的目标国啊 是德国和法国 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强 和温家宝 时间都要晚 后两者首访 分别是2013年5月19日 和2003年4月29日 也许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也许是某种历史的象征 李强做总理 整整做了三个月 可比起他的几个前任的 意气风发来说 似乎显得啊 异常的低调 李强行官上任 一把火都没放了 李强做总理 一个半月了 感觉到他就像个隐身人似的 好像没有他这个总理的存在 李强表现得像隐身人 并不是指 他公开的曝光率不多 实际上啊 从上任到现在 他的公开活动 还是频繁的 这些活动大致分为四类 主持国务院会议 会将外宾和企业家 外出考察 以及其他活动 然而这些活动 都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 人们好像不记得他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甚至都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活动 官媒也是淡化处理 他的很多活动 很少出现在党媒的头版 即使放在头版 也多是短消息 感觉这个人和这些活动都不重要 没有什么可以关注的价值 从中国观察 新冠上任三把火的规律看 李强这个新总理 不说放三把火吧 到现在是一把火都没放 他的政策也没有让人 眼前一亮的东西 整个开局看起来很沉闷 没有显示李克强十年前 企图表现的一番新的作为和新的气象 李克强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出彩 2013年李克强接掌中南海北院后 舆论以习理体制称之 还单独给他造了一个词 叫李克强经济学 描述他雄心勃勃和他领导下国务院的新角色 李克强当时确实也想大干一番 这两个词啊 直到两年后才慢慢从舆论中淡出 也许正是李克强这个企图和雄心 让习过早的警觉了他 虽然在此后的七八年内 李克强不得不屈服于习 但是毕竟他还有两年的出彩啊 即使在习大权独揽下 仍然顽强的表现自己的存在 文家宝、朱镕基和上级更是拼分秋色 文家宝和朱镕基这两位总理就更不用讲了 他们在位时 基本上和上级江泽民、胡锦涛拼分秋色 朱镕基被誉为经济撒谎 他还在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事 实际上已经主掌了中国的经济 中南海的北院对南院 南院就是指党中央得所在地 独立性是大大的强化 文家宝成为总理后 由于他政治上相对的开明 也获得民间更多的关注与好评 另外由于胡锦涛的弱势 国务院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南院更多的干预 那是舆论以胡温新政称之 然而李强完全没有他们的幸运 这无关其能力 只因他碰到了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就是习近平 李强碰上习近平也算是够倒霉的了 鉴于他是习亲自选定的总理 过去又成是习的大秘 两人类似师徒关系 习对他的信任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当前又是当局全力抓经济的时候 如果习要给中国社会和国际一个良好的预期 最好是将经济社会管理的大权 交给李强和其他的常委 自己像老毛一样做一个不管皇帝 不要去抓具体的事物 以恢复被疫情以及过去粗暴的政策 做法所伤害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火力 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 这样的话 习理所当然的将他兼职的 中央升改为主任一职交给李强 此举无疑 会对企业家和外资信心的恢复 带来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 可是习依然霸占着 这些权力小组和委员会一把手的指挥 即使对亲信也不肯放手 这反映了习对权力的贪婪和不安 他大概担心了一旦放手 他的权力基础会慢慢的遭到侵蚀 最后导致大权旁路 在习这种权势欲的支配下 任何一个名字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李强当然要战战兢兢 屡辱薄冰 不敢越雷池一步 必须表现得忠心耿耿 中规中矩 他领导下的国务院注定要自我矮化为 一个执行习近平和党中央旨意的办事机构 大事小事都要向南院汇报 称呼于南院 不能让外界看起来中南海有两个权力中心 也要做到让习完全放心 李强啊 现在就是一个缩头乌龟的命 在新政府召开了几次会上 李强对国务院的定位重新进行调整 大幅度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 在3月14日 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上 他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激光 必须旗子鲜明讲政治系统学习掌握习的重要指示 和指示精神 以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在3月17日的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 他又指出本届政府的工作 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 落实好 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当执行者 行动派实干家 全面准确的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 不折不扣的落实党中央的各项要求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在6月9日国务院第二次专题学习中 他又再次强调 国务院践行两个维护的集中表现 是把国务院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角色 定位好 建议行好 努力使各项政策和举措 更加符合习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要求 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与2018年旧版相比 则言必称习全面习化 在这种政治上自我约束下 李强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创新和开拓精神的 最多是在习化定的框框中啊 做一些羞羞补补的事儿 这也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不如预期的根源 经过三年严厉的封控 外界一度预期 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但这个景象没有出现 没有激发人们投资未来的信心 习本来可以借新政府全面重组 赋予李强和他的新政府较大的自主权和政策调整空间 来改变对未来预期和信心 然而对权力的自私 贪婪和恐惧 以及政治上肃杀 扼杀了这一点 李强为保自身政治安全 绝不敢冒险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只能像一个小学徒跟着师傅以步以驱 隐身在习的阴影中 当一个缩头乌龟 李强到底是害怕说错话 被一笑大方 还是惧怕习近平的猜测呢 我的看法主要是第二个原因 因为李强知道习一心太重 对所有人都不放心 自己在欧洲会遭遇到记忆者的挑战 不说话固然形象差一点 但总比闯祸要好得多 一个大国总理出访欧洲 居然害怕接触记者 这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 我们再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习近平毫不将国际礼仪幕后而挂 坐在主席台上 扮演世界领袖 华天下之大吉 如此中国对外开放的门 只能越观越小 最终走向闭关锁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